今天来一个香菇最简单的炒法 五花肉炒香菇 水开以后 把香菇给它怼入 再次开锅以后 给它煮上个十来秒钟 就可以往处倒了 然后锅里面来的底油 下入五花肉片给它煸炒 给它煸炒土油以后 往里面加入葱花蒜片 青红椒给它配色 再给它炒两下 然后把香菇给它怼入 再象征性的翻炒五六七八下 加入盐鸡精味精 味精不来放不放 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往里面少来半瓢的水 给它烧制 烧到中途往里面加入生抽酱油 给它烧制入味以后 往里面勾入水淀粉 水淀粉就是水和淀粉啊 给它勾个薄芡 这样味道就挂上去了 各了就一出锅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但那你的胃满满登登 然后能够进入水淀粉 谢谢大家